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即便后来陈水扁前总统 也为他来进行的特赦 但是苏炳坤觉得 这并没有还他清白 特赦那他还是戴罪之身 他认为自己成冤未血 一直不断地提起再审 直到2018年的8月 终于我们看到了最高法院判决苏炳无罪 这才真正还他清白 32年过去 苏炳坤在我们的镜头前 他细细地回想起来 在被捕的第一时间 警方为了取得他的口供 不断地对他寻求 毒打 换水 无所不用其心 而现在他终于无罪确定 32年过去他告诉我们 他高兴不起来 时来的正义还算是正义吗 就是感谢这些人 没有办法一一地跟你们谢谢 也就是借这个机会 跟你们谢谢 感谢 案件历经30年 在获得特赦后 申请再审求改判无罪 这一刻法官宣布裁准 让他当庭落泪 我恳求检察官 不要再跟我提出抗告 我已经受苦受难 已经30几年了 我一楼是工厂 我住在二楼 在敲门 我那时工作很多了 我马上从二楼马上下来 我马上开门 我就问他说台语 我要什么事情是 千年多多 三个别再加了 我要什么事情 千年多多 都弄三字经 五字经 30多年前 刑警的一句话 改变了苏炳坤往后的人生 当年他37岁 正值意气风发 事业有成的壮年 却从拥有连锁店的家具行老板 沦为阶下囚 人生从此天翻地覆 事业没了 家庭毁了 一切都从民国75年 那个惊心动魄的清晨开始 就把我裤头拉着 搭到东大路的时候 我太太从后面出来 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不乖 我们没什么来着我来看看 我说陈老师 这一变空白 不知道什么事情 不晓得 我都想一想 会不会是被坏人带走 我就去报警 两个从这里 把他这样弄 一个从后面 你这样讲 那个情形又有点像心情 那天早上苏炳坤被带到新竹的青草湖派出所 曾经帮他工作的郭姓工人竟然也在 他还来不及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就把他带上楼 也打开了地狱之门 三个不要再给他撞着了 就叫外裤脱起来 外衣脱起来 就铁馆我有话 铁馆那么大支 那么长 查进去 那个罗道成就绑起来 就叫到桌上就叫这样 毛巾扭起来就开始灌了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跟我讲 一直喊咽 还是一直打 一直灌 后来毛巾扭起来 喉嚨你还滚 那时候差一点死掉 我的个性我很强 我没有做的事情 你要叫我承认 或是怎样我不可能 死我要死就对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去看到他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刚好他就憋 就是不要讲就是这样 他已经没办法从 就两个就从这里给踩 从这扇动的 他手就这样子已经 就好像有血湿了 然后 就是不要讲 我就看到他的时候 我说阿兵昆 我这叫阿兵昆 阿兵昆去安装 我还不知道 苏兵昆的妻子陈瑟娇 提起当时的情形 还是不免哽咽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先生 被刑囚到全身瘫软无力 当天下午警方火速宣布破案 苏兵昆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是民国75年3月23日 新竹金瑞珍迎楼抢案的嫌疑犯 做家具的小刀 遥施你变成了砍人的武士刀 郭姓工人则是共犯 新竹金瑞珍 是跟他讲说 你被刑囚说 这个案件要搬起来 就让你告捕了 要给他教导 结果到最后他才知道 言重已经事情严重性了 記者来照相 张蕙雄又把我眼睛拿掉 你知道吗 有座监犯科的记者来照相 我戴眼镜 会把邪迷犯把眼睛把它拿掉 抢他们赢了没有戴眼镜 他就是要淹灭这个政绩就对了 如果他有照片 他跟他说 这个人在白天就没有 他说主要摆是怎样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他说你建权最有趣 他说我没有人 那是建权说 不是我说 吊诡的是 被说是脏物的金事 银楼老板指认 根本不是他们的 当时看到的嫌犯 应该是开着车的瘦小男性 和身高175公分 当时90公斤 而且不会开车的苏炳坤 无与吻合 新竹地院审理后 第一时间宣判两人无罪 但到了二审 案情居然大逆转 苏炳获判15年重刑定业 因为我没有做 我是清清白白的 对不对 比如这样讲 假设你没有做 你按你干涉器官吗 高薪无检察官 我是苏炳文的太太 因为苏炳文 他不是不来执行 因为他是被冤枉 他手就说 叫纸子 叫我不用讲再讲下去了 他说我知道 你就是要边跑边打官司 我接了一个陈文昌 曾检察官 曾主任的案子 他说这个案子 确实是个冤案 那当时我看 这个判决确定 怎么会有冤案的情形 但是我最后 我把它调券调出来 我发觉 确实这个实在是疑点重重 因此最高检察署 还曾经主动提出四次非常上诉 不过都被驳回 苏炳坤只是一个平凡的生意人 所谓的逃亡 其实就是家里蹲 这时候已经传开 许多人都知道他冤枉 长达十一年的逃亡生涯 多亏了检察官彭南兄暗中掩护 后来彭南兄调职 苏炳坤随即被捕入狱 介護科长叫郑炳先 他说我把你当作无罪之人看待 我不把你理光头 也不给你下公堂 现在那么多人在给你帮忙 你心情要放开 那时候四孔环玻璃 常常送到那 现在是台大 以前是新竹神医 脚疗扣子 扣子安装跟绳子拉着 不能掉到地下 你会有生命 因为老伯伯说 你这坏蛋 坏蛋 坏蛋这样 那个主管说你不要理他 我们知道你冤枉就好了 你看有没有误误啊 罕见有检察官为犯罪嫌疑人上诉 因为光看资料就可以明显发现 这是一桩冤案 但四次再审 四次非常上诉 四次抗告统统被驳回 一般小老百姓怎么想都想不透 明摆着韩冤莫白 为什么法官就是不肯重审 苏炳坤再度获得清白的机会 却得等到政党轮替时总统特赦 他宣告罪行全面 那就是罪行全面 那就是罪行全面 就是罪名的宣告没有了 行也不用执行了 当初给苏炳坤的就是这种罪行全面的特色 当时郭信工人出狱后 早已淡出这起案件 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 苏炳坤会趁着这个机会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但他面对这一群沉默的共犯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总统是总统给我清白 但是司法没有给我清白还有罪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醒起来 一直喊烟 满脸都是隐蔽 在司法圈这边他仍然认为说 苏炳坤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这个是一个未定书 至少我们司法圈 因为自己没有判他无罪 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无罪 这就导致后来苏炳坤 他去申请原陪的时候被破掉 特赦后十多年的时间 苏炳坤把心力用在争取自己的清白 在2018年2月 第五度申请再审时终于获准 同年8月8日改判无罪 创下了台湾司法史上 总统特赦后 获得再审而且改判无罪的首例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苏炳坤先生有参与 新竹市金瑞珍引导的抢劫 而呼吁杀人的犯罪行为 虽然他曾经遭判刑确定 但是他是被冤枉的 因为这个案件真的太离谱了 它离谱的地方在于说 整个定罪是靠自白 而且是那个共同被告的自白 结果这个共同被告在侦查中 就已经翻供了 然后在起诉之后 跟苏炳坤两个一起喊怨 说我们都是被警察刑囚的 那苏炳坤比较挺得住 他没有自白 我先祝福今天是天 就是父亲节大家快乐 苏炳坤获判无罪后 第一个反应是无奈 痛心 以及常常的沉默 或许是第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大半的人生 都已经耗费在莫须有的罪名上 其实我的淹气已经32年多 今天受到这个无罪的判决 其实我讲一个良心话 我其实我高...我高兴不起来 真的 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 驚饶了32年 五个 五六个 我全部都记 张瑞雄 朱宗贤 王文忠 许心器 还有一个和平旺 还有那个姓刁 叫刁建生 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遇到王文忠 我就跟他比 说人在坐天在看 提起当年行囚他的人 仿佛已经刻在脑海里 据说当年下手最狠的刑警 都在四五十岁的壮年过世 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 虽然苏炳坤得到了一个迟来的公道 但他的大好青春 事业就跟当年真正的抢匪一样 再也找不回来 我再讲一个良心话了 我不是要叫他们赔我多少钱 你早一点就有平凡 我就非常高兴 所以现在我高兴不起来 叫我怎么高兴 我从三十七岁现在迷你迷就七十岁人 台湾大大截 五堂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截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董事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最實質的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